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8日 星期四 亦是10月期止的结算日 大市经过昨天一轮急跌后 今日的形态和走势都持续偏远 先看指数 早市恒指先高开20点 到25648点 曾经一度再升到25736点 这一分钟相对昨天来说 是升了108点 但没有法治作进一步推进 因为买盘真的不足够 其实近期来说买盘也是很保守的 结果一些零碎碎的沽压 就逐步逐步涌现 而直至到下午3点15分左右 指数今日已经一度低见25473点 相对昨天收市来说 是跌了155点 亦是第二天反复走在10天平均移动线之下 10天线现在大约在25815点 既然指数已经跌穿10天线 最低下来跟我说 整个所谓技术上的反弹 暂时已受到亏限 我们先计算吧 由今月5日的低位 236881点开始的反弹 至今月26日的高位 26234点 整个市是反弹了2553点 现在的股市由高位开始回调 而且去到25473点 三天之内已经跌了761点 相对2553点的升幅来说 等同市是回调了升幅的大概29.8% 就算是30% 在30%的回调其实还是可控的 只不过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跌穿10天线而已 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整个大市反复得来略为偏远 担心50天线会进一步受到考验 50天线现在在25330点 如果指数真的跌穿50天线 不单只代表整个技术上的反弹 已经受到规限 更重要的是整个反复不明的市况 可能又会再展现眼前 这点才令人担心 其实市场就没什么特别理淡的因素 但例如如巴西那边 央行又再加息 英国或加拿大 因为经济增长的步伐 比预期中为快 可能会提前退市收水 令市场已经来慢着一股 不太稳定的情绪 加上三二七这间公司 昨天急跌 由9.3跌到5.05元 最后收在5.4元 不是收 是回到5.4元后停牌 拿着货的朋友 想沽也没得沽 事件来得太过突然 所以变了很多由8元 9元一路坐货的投资者 现在这分钟 心都不知怎样 最低限度账面上 已经不见了40%多了 其实持货的投资者 最害怕就是这个情况 你说股价反复下下 不对板 10%走 15%走 不走的 自己心甘命底 没得完 但你想走也没得走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由于事件出现 来得比较突然 所以令到市场 突然间真的有之惊吓 昨天股市能够 真的跌四百几点 不再下降 我觉得已经相当好 比起以往 怎知四百点的跌幅 看回一些传统蓝筹 腾讯 美团 阿里巴巴这些新经济股 都是大元 但看走势 没有早前 是又跌 不是又跌 总之天天跌 是没有这样的 是有聚息 这样的技术上的反复 至于传统经济股份来说 相对来说比较稳固 你好似有邦 仍然在 88、89、90元附近 在拉锯 汇控 47元左右 其实汇控 因为贵度业绩相当理想 而且有20亿美元 在未来这半年 持续回购 对股价来说 一定有提振的效应 最好的就是941 拗住40元左右的水平 但即使是这样 对大市提振的效应 都是很有患 最多就是 令到跌势稍为温和 明天是10月份最后的交易天 看看指数到底收在哪里 至于11月份的市场 能否进一步推升 最终都要看资金入市的态度而定 好了 选择分析 再帮到这里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8 星期四是10月份起子的结算日 股市走势还是仿佛而大远的 当然A股今天进一步下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段 韩生指数先轻轻地高开20点到25648点 曾经一度再反弹到25736点 相对昨天收拾来说 这一分钟股市是反弹了108点 可是由于买盘不足够 而且股市成交方面的确是不足够 所以变成来说 就是没有办法再进一步推进 往后在固压一点一点出现之下 股市也开始一步一步的反复 直到下午3点15分左右吧 指数曾经一度是低限25473点 相对昨天来说是回调了155点 更重要的时候 指数已经是第二个交易天 是走在徐天省下 其实跟大家说过了 整个股市10月份的反弹 是从3号的低位23681点开步的 到这个26号的高位26234点 股市在这个月内已经反弹了2553点 这个幅度绝对不算少的了 好了 既然是有一个估计出来 股市当然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 相对2553点的升幅来说 暂时暂时只是一个正常的效法而已 那我们算一下 从26234点 这个26号的高位 到今天暂时的低位 25473点 等于说在三个交易天之内 股市已经回调761点 相对2553点的升幅来说 股市已经回调升幅大概29.8% 差不多30%吧 这样子看起来还是一个正常的消化 可是有一个问题大家要留意 就是指数今天是跌圈的10天线 那等于说整个反弹暂时来说 已经受到亏限了 到底这个反弹是不是已经是 见了这个高位 而股市也开始一步一步的反复 我们就要看50天线 现在50天线大概在25330点左右 这个技术上的知识很重要 因为一般来说指数只要是 稳守在50天线以上 就算是有一点点的反复 问题也不大的 可是要是说 真的是有一天再进一步跌圈50天线的话 那等于说 第一 整个反弹已经是见到这个高位 第二 整个股市又会在进一步进入 这个反复而不明的走势 这方面对11月份的股市的走势来说 真的是有一点不利的 毕竟股市现在面对最大的问题 就是成交方面不足够 像这个星期二指数曾经一度高见 两万六千两百三十六点 可是成交只有一千一百多亿 等于说股市没错是创了这个月的高位 可是资金是很保守 不愿意再高追 要是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推的 股市怎么能够推上去的 这个很简单嘛 今天来说 晋级上升的比较多的股份 都有一个高台的回调跟效法 当然有一部分的股份走势还是不错的 比如说中移动还是在49块钱 左右水平进行一个牛皮 其实中移动一年的现金流超过一千一百个亿 现价来说七倍多的市盈率也不到 还有接近七里的利息一年 所以晋当然不能够看得太高 毕竟是公用股 可是退一定可以说 另外一件就是汇宏 其实现在有二十亿的美金 未来这半年在市场回扣股价的表现 相对股市来说 应该是稍微比较好的 不过同一个道理 银行股来说 也没有太大的上温的空间 暂时要是能够回升到50块钱以上 已经是不错的了 好了 下午分析就说了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